早安 全英國聽眾全球華的調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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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節快樂 今天我們是中國人的中秋節 也是中秋節的早上 也都非常之多好消息 多謝大家 非常開心 我經常都說 不要以善小而不為之 這麼多年我都在做一件事 一方面在做演藝的工作 一方面在做多些社會工作 因為我最醃太深 你不可以幫我們減減一點 減一點點,積一點福 醃太重 所以這麼多年都有 多謝大家,支持著大家收拾書裡面 這個區區有飯吃 今早上突然間何小姐說 一定要多謝,多謝Emily Emily Fan,多謝你 她捐了一萬元給區區有飯吃 多謝,至少下個月很多老人家都會收到你的飯 我們下個月,這個月就是昨天開始派 昨天開始派在旺角 今個月我真的沒空 君亭和思培就下了旺角區 你說一下那個情形來聽聽 昨天開始派,大家可以大概在哪裡 他們可以去到那裡拿飯 很感謝何小姐,這麼多區裡面找一些小店 小店,是小店 因為現在由疫情開始的期間裡面 其實小店經營比較困難 或者地點未必有這麼好的地方就更加困難 這個也是我們17個月之前的一個理念 我還記得第一間在哪裡呢? 第一間是上環的 是一間小店 那區就叫做小街 他們做生意很困難 我們就想一下,不如這樣 我們就從那裡開始 首先幫他們買了大量的飯盒 然後叫他們每天派50至70個 他們每天都有70個飯做 一段時間可以先頂住租金 這個就是我們原先 我創造出來的一個叫區區有飯吃 就是互相幫忙 首先買一些飯 第一,他有生意做 他又交租 第二,就是那區的一些有需要人士 老人家就可以拿飯 很多人知道 又可以支持一下他們 而且也很感謝有很多村民 或者其他人 就是他們聽到我們的節目 是的 自己也去加碼一些 幫幫忙 是的 他有時候看到那個Banner 放在那裡之後 他就問了 是不是? 梁師傅他們在這裡派飯 是的 是的 我都光顧一些 可能買十個八個放在那裡 那就捐了 是啊 是啊 我經常都說 我都是憑著這一句 不要善小而不為之 我想要問了 何小姐拿一個Banner 怪我家的門口 哈哈哈 捐不了錢 都僅邪 哈哈 這件事一定可以做得到 僅邪 一定是 是啊 僅邪 好過買中葵 哈哈哈 多謝了Emily Friend 也多謝了O.C. Choi 是的 也捐了這個區區有飯吃 也祝大家 我們很喜歡大家 互相好像一家人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多謝了 我想說了一個禮拜 哈哈 哈哈 是的 如果大家需要知道 我們每個月在哪裏派飯 今個月去了這個旺角 是的 大家可以上網看資料 或者去我們的 大家珍風雙的Facebook 都放了所有資料 幾點派 派多少 由20號派到30號 今個月就是了 嗯 十日的期間 是的 也很開心 我經常都說 人生都是這樣 都多謝大家 送了一些東西 來給我們吃的那些 水果 月餅 所有的禮物 我們收到的了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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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的感覺 你慢慢來到我們這一組 軍庭是最遲來的 所以它未必很感受 到你來得久一點之後 你就每逢過時過節 哎呀真的 每逢過時過節 這裡就好像很虛陷 是的 很開心 很喜歡他們寫給我們的卡 是的 每個人都寫一些卡給我們 祝我們什麼什麼 多謝你們 多謝你 這麼辛苦 由心底到祝福我們 多謝你 另外呢 如果你真的看到 現在節目開之前 就有些笑話的 嗯 村長就很希望 大家可以把這些笑話 轉贈給一些朋友 嗯 因為在這個疫情裏 不覺不覺已經兩年了 那麼大家 活得比較辛苦的 看一下那個 低能村長在那裡 自己 哈哈 哈哈 剛才在那裡上帝啊 上帝啊 是啊 上帝啊 好啦 那些笑話 可以送給一些朋友 但是在這個疫情之下 都可以開心心去面對 我們改變不到大環境 但是我們可以改變心情 是不是 人呢 很有趣的 我就永遠有些東西 我是 我有個底線的 我未必有底褲 但是底線是有的 哎呀你回家不准不穿啊 這麼長 不准穿這麼多啊 這麼多部 你管我啊 我喜歡不穿就不擦 摸一下 摸一下摸一下 今天是橡筋褲來的 嘩嘩 嘩嘩 我不說了 對不起 哈哈哈 說吧 好 接著呢 我有條底線 我試過幾次 罵 就是你 這些行為是不行的 例如打風呢 教一些人去看浪啊 在浪裡拍照 這些我不行的 就是我一定罵 就是我罵得很狠的 這些 那些人好像沒有看過以前的新聞 那樣的 因為 我有一次罵得很金的 就有一個的女人 大概三十多歲 就是在打風球的時候 拖了兩隻狗去海邊 就是那些浪邊 那裡 好心距啦 自己去 好像要拖了兩隻狗 拖了兩隻狗 是啊 是啊 試過有些公公婆婆 帶兩個孫子去看浪 是啊 什麼鬼都有 是啊 很恐怖的 看完的新聞 但是就覺得 不會發生在我身上的 是啊 我經常覺得別人的故事 很危險的 還有 大家換轉看 其實這則新聞 你這麼有心情去看打風 OK 當你沒事了 當你到最後都沒事了 當你最後都是看的 那些浪蓋起來 打爛一些東西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 打風的情形之下 有些住在那些寮屋 木屋那些 人家很慘的 是啊 又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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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風的時候 我見過有些新聞播 就是整個屋頂飛走了 那些鐵皮屋 鐵皮屋 會寫煙氣 牽走 拍得最好 拍得最好的 我見這麼多部電影 拍得最好是打風 有多慘 那些窮人的生活有多慘 拍得最好的 就是《歲月神偷》 嗯 我不知道你見不記得這一幕呢 任達華和吳君如 拉著那塊鐵皮 兩個是 一直升上去 降下來 升上去降下來 是因為那一幕是拍得很好的 你如果連鐵皮都拉不住的話 你整間屋都沒有了 是的 所以那一幕呢 我們覺得 導演也是拍得很好的 就是拍到窮人的生活呢 你想想他全晚 他整個人濕了身 他只是拉著一塊鐵皮 但是那個就是他的所有 因為那塊鐵皮 你知道為什麼他一定要拉著一塊鐵皮呢 他扯著一塊鐵皮 不可以讓鐵皮吹走呢 你一間屋的蓋一吹走了 那些水就直下了 裡面那些家電不用要了 沒有了 沒有了 所以他們怎樣都要頂著一塊鐵皮呢 那一幕呢 就拍到窮人呢 打風又有多慘了 是的 有時見到那些下雨水浸那些呢 新聞報道媒會經常都播的 可能浸了半個雪櫃啊 那些梳化 是的 他們在下雨之前 已經是浪高了一些東西 因為有經驗 是的 有沙包那些東西頂著 是的 最終都濕了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 這宗新聞 我又加了這宗新聞 你會不會想到 幫人家是活得這麼慘的時間 在這個打風期間 活得這麼慘的時候 你去看浪拖狗 你會不會有些難過啊 這個是一個災難 但是你去享受那個災難 你有沒有難過呢 我覺得有些諷刺人家的人生 是的 那你想一下 人家那些窮那些怎麼慘 人家在想著 怎樣有辦法捱得過 所以這個是我的界線 我永遠都是很可愛 我永遠都是站在窮人那邊 可能我真的窮出身 我沒有辦法 我永遠都是站在窮人那邊 所以 沒有資源 沒有資源 是的 這次全球有單新聞 大家都罵它 現在要跪低 整個政府跪低 OK 好了 政府肯跪啊 你們知不知道呢 就是西班牙最近有單新聞 OK 我想他們真的想都沒有想過 就是有沒有搞錯啊 怎麼會想這件事的 這樣 西班牙有個島呢 叫加拿尼群島 是 最近南部有個火山 是50年以來首次火山爆發 嗯 是 OK 那就已經撤離了5500名市民的了 嗯 他說這個火山爆發呢 那些熔岩一流下來之後呢 全部的房屋會摧毀的 就是整個房屋 你所有東西 是已經 變為 疑惠平地 你有沒有見過火山 那些熔岩流出來 我看電視 我看電視 已經覺得很多人害怕 其實是經過任何地方 是會摧毀了的 是啊 因為它全部是很高溫的 幾千度 我應該叫Benny去查一下 熔岩出來是 不知幾千度 很多千度 碰什麼都燒 都燒的了 人都不用火化了 直接 直接燒了 對 對 OK 整個島就撤離了 整個島就撤離了 那些居民就連家裡都沒有了 三副鞋物都沒有得拿走的了 對 我見他拿著那個背囊 背囊走 就已經要走了 要走了 立刻走了 但他們走之前 我見到有一幕 其實真的有一點心傷 他們有一家人 走之前 回頭看回山下面的家裡 因為沒有了 他回頭再回來 已經沒有了 這件事 整個島是沒有了 已經 你也看到了 軍庭說 看到一些人撤離 再看回自己家園 你可能二三十年 你住在這裏 你裏面那些所有東西 是回來已經沒有了 你可以百分百就沒有了 OK 那也是一件很悲慘的事 OK 竟然當地的政府做了一件事 那些人說 搞錯 離譜不離譜啊 大佬 撤離就是為了安全 OK 就叫居民撤離了 那邊商叫人撤離 那邊商搞旅遊業 大家去看那些火山爆回來 都會融一些屋子的 有什麼 什麼事啊 太基準的那個又白痴 你明白我說什麼 我明白 就是這邊商就撤離 政府缺錢都不是想這樣的招數 不同部門 撤離那些就是 現在危險了 你就撤離 那邊商就是這個 什麼呢 現在這個難以百年難得一件 精彩項目 大家可以看火山爆發出來 熔岩噴出來 把房屋燒毀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貿易及旅遊部 是啊 都是這些 就是要給錢那個部門 是啊 是啊 就是旅遊部 你看看那些熔岩 多威力 多麼強大 都融光了 你沒有見過 快點打卡 就是西班牙的這個 旅遊部部長羅托出來說 難以形容 就是你這次最精彩的節目 難以幾十年才有一次火山爆發 然後大家可以來看 綁他的火山口 是啊 拿他來斬首自送 是啊 火山自中 他說目前 他就會對我開放 開放旅遊業 難以 就是你看到 但是你要記住 我的遊客來到看那些 哇 流出來了 流出來了 那些熔岩米 哇 第一間房子沒有了 但你有沒有想過 那個住的房子的人的感覺 是啊 他沒有 他只是要吸水 就好像那家人看過去 我的房子燒了 然後旁邊有個人在拍照 嘩 很厲害 馬上正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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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有人在哭 其實那家人是我的房子 真的 很差 我沒有想過 如果人 這個時候想 麻煩你想得細節一點 而且他沒有想過 如果遊客去那裡 打完卡之後出了事 那究竟誰負責任呢 不是啊 他們聲稱 官方聲稱 他們會進到遊客裡面 會放在最安全的火山頂 頂 就是對面的山看 OK 看 就是說完全安全的 沒有問題的 可以親眼目睹 火山爆發的情形 旅客可以親身體驗到 百年難得一見的火山爆發 就是熔岩噴出來的情形 這樣 富士山也看雪 是的 他現在一樣在對面山上 聽人家的火山爆發 OK 他說熔岩流出來 就是向西側 向大海前進 嘩 接著那些熔岩經過 那些房屋 被人燃點起著火 那個呢 是百年難得一見的現象 我們都像百年難得一見 是 在新聞那裏見一下 不用真實去見 是啊 火山爆發 很多人想的 就是只是想 它流下來的熔岩 有灰 有煙 有煙 其實對肺部 對人是不好的 你站在對面 它吹到過來 其實你都整個人都黑了 不是說想 那個人要綁它 在樹上感受一下 這些情形呢 過往呢 都有的 真的都有的 是什麽人呢 可以去到這些火山爆發區 通常是discovery 或者電視台呢 就用了記者證 或者申請 那你應該認知的 是 全球的火山爆發的機會 不是說整天都有 這個明白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電視機看的 就是你不需要親身去感受那個災難 是啊 而且它當是旅遊的心態 最多人怕是 是 而且你是要銷售那個項目 是 就是你是不是銷售 哇 好難 百年難得一見 快點來看 是啊 那間屋沒有了 但我都明白西班牙 其實你除了去吃東西之外 它又真是很難得一百年才爆一次火山 是啊 爆火山 它就剛剛想拿這個機會 像別人那些澳洲之前燒了 那個森林燒了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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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帶一個旅行團去 你看那隻鹿多慘 焦了 是啊 掛了一隻樹熊已經焦了 是啊 沒有理由看災 災難 你不可以成為旅遊點 嗯 因為你災難想成為旅遊點 不是不行 是要過了 如果大家有看這個 全球的新聞 災難成為了一個旅遊點是可以的 例如日本的原子彈的炸的地方 它現在保留的 是 它是叫你什麼呢 請你用歷史深刻去反省一下 OK 是可以的 不是不行 南京大屠殺 有南京大屠殺的博物館 OK 文川大地震 那個鐘 依然留在這裏 就是那個震 那個 倒下來那個鐘 是留在這裏 是 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曾經的災難 不要忘記 但是你不是歡呼災難 是啊 是兩種態度來的 還有災難來到 你應該是離遠它 不是走向它 就是看你的心態是怎麼看的 從來這個世界你永遠不會是什麼呢 就是你去欣賞災難 災難很慘 我覺得它有一樣它可以欣賞的地方 其實之後做你說得很對的就是 因為熔岩它過完之後 它那塊地就會更新了 熔岩地 就會再有新的食物草原可以生出來 那你在那裏再去教育別人 你看看其實過了災難 大自然 我們大自然會修復的 那這些就是我們要開心 嗯 OK 就是這件事我是不認同的 就是西班牙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旅遊部會搞這些事情 當然 一眾全球的人就在那裏 搞錯啊 有沒有搞錯啊 離不離譜啊 就是等於上次嘛 我不知道Benny幫我找到了 有一個就是 我已經不記得了 就是那件事 是有一班的難民 逃難 就是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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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一個女記者 被人拍到一幕呢 她說有沒有這麼賤啊 就是有沒有這麼賤的記者 有沒有這麼賤的電視台啊 其中有一幕呢 就是她想他們的電視台拍到一段片 就是他們有幾方 就是落方而逃死的那字 就是這樣呢 那個女記者就伸了腳出去 然後呢 扣低那些人 讓他們那些人滾下去 嘩 你不幫人之餘 還要害人 就是為了去 她漏了一個鏡頭 所以她要撲 對呀 她要那個鏡頭 這是地獄 第20層就是掘頂的 不是呀 她就是要他們的電視台拍到 他們有幾走爛有幾慘 跟著你把腳伸出去 勾掉那些人 你看她 他們走爛走到糟糕 就是這樣 唉 真是代表 那好吧 你這樣教壞人 但是可不可以給另一個電視台拍到 嗯 天有眼 給另一個電視台拍到她的腳伸出來 扣低一點 就是全球就是這樣 然後我告訴你 哇原來你們的新聞這樣做出來的 是 你們是這麼陰質的做這些新聞出來的 就是這樣 所以我經常都說 就是呢 我都做新聞性節目出身的 就是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當時 你知道很有趣的 其中2B有個藝人 也是我們那組的 就是我們那組的 她問了一個問題之後呢 TV說 叫她離開那個節目 叫她離開那個電視節目 嗯 問了一個什麼 當時呢就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從來不問這個問題 就是我不知道那個男藝人會問 嗯 人家已經整家人死光了 哪個問題你不能問 現在感覺如何 是呀 嗯 很開心的 通話給你聽 是呀 這個問題 整天有人問的 是呀 你贏了之後 死光了全家 又被人偷了人包 你現在感覺如何 我現在就很無奈 很傷心 怎樣 你想對方 人家整家死光了 嗯 你想她回答你什麼問題 就是你想回答她 我現在很開心 是呀 這個男藝人就是 當時問了這個問題 你現在心情如何 這樣 哇 那個人 那個人不罵她已經算是這樣的了 那個人沒有回答她 是呀 不回答她就走了 後期就是 電視台的老闆 嗯 晚上看到 她說不是吧 我們的電視台 這麼沒有素質 那些人為什麼問這些問題 是啊 她說 OK 當時呢 因為我們也是在那組裡面的 就是你問我 那個男藝人問了這個問題 那都要經過一個的 叫做剪片寫稿導演出街 嗯 經過很多重人 才可以出街的 經過六重人 嗯 才可以出街的嘛 為什麼沒有人發現 那為什麼沒有人發現 那為什麼沒有人發現 對呀 對呀 應該全部都有責任 你明白我說什麼 就是那個責任就是 要她一個人揹 我是很不公道的 剪片 導演 寫稿 你們全部看那段片的嘛 對呀 還有分分鐘的問題 寫稿給他的 OK 我當是寫稿也好 不是寫稿也好 你是經過這麼多重的關卡 你才去到出街的嘛 為什麼沒有人發現 那為什麼要動那個男藝人 就是你問我 是老闆看到這個問題 是很有問題 是應該出聲的 但是動就動了 嗯 我們當時也是這樣說的 動就動了 是 很難用這麼便宜的價錢 一次過請這麼多人 哈哈 除非他想馬底 剔走多幾個 所以當時我是覺得不公平的 你說我那個男藝人要不要揹個票 要 這個他難辭其咎的了 要 但是其他的導演寫稿都要揹個票 嗯 因為就算是寫稿給你一個問題 你都要用腦子想想 是不是應該問的嘛 是 有時候你可以跟寫稿說 這些好像不是太好 我可不可以問這樣 這樣 譬如是 我們有什麼幫忙 有沒有人可以幫到你 你講一下你的情況 起碼人家也有問題 我們那組是做新聞性節目 就是城市追擊 就是你 從第一天到來 譬如韓君廷你接受這個 城市追擊 就講到這些 大家每個人 站在那件事的中立位 夠不夠 中立位 OK 你做了新聞節目 你就要到中立位 好了 當年有件事的 這個女藝人即時被人要離開 那組兼炒了 終於離開娛樂圈 離開了 已經離開了 其實他是不對的 那次我就評論 是這個女藝人不對 是 他是 沒得說的 就是去到這一格 你 譬如李思培 或者就是 韓君廷 你要入這些新聞組做節目 你是不是有一個特定 就是 新聞是突發性 是 對 你認不認同 新聞有突發性 第二 新聞是會見到死人 塌樓 跳樓 這些東西 認不認同 認同 正常的 我很尊敬那些救護人員 他們要面對這些東西 是 好了 如果你只是來 打算賺電視台的表演錢 又或者是晚上出鏡 那你不要入這些組 是 OK 那件事是怎樣 又剛巧 就有一句很粗俗 很噁心的說話 就剛巧 電視台 那天 下午 這句說話很噁心的 OK 但我覺得 難以用第二個形容詞去形容的 不怕 噁心的 你都很適合說的 屎不撞棍 屎不撞棍 噁心的 OK OK 你明不明白這個字 是為什麼 剛剛遇上江江 沒錯 類似是這樣的 剛巧 他們這一組人 就剛剛在尖沙咀 剛剛在吃下午 下午 好像是在吃午餐 他們整組人 那樣 突然間後面街打劫 OK 是槍戰 有槍 匪徒 真是真實的 其實原來不是真的 那我想問 這麼難得 你剛剛做新聞節目 而後面是持槍打劫 那你如果電視台要爭取 第一的消息 第一首消息 你是不是要去拍 是 在車裡面拍得不可以 你怎樣都要拍的 是呀 就是這個你是不可以 你做新聞節目 是呀 第一手資料 那你這麼難得 有這個剛剛在你面前發生 有槍 是呀 當時那個女人 就說我不會 我不會下去拍的 喂 如果有些什麼事 那怎麼辦 那那個導演就說 那你做新聞節目 是呀 這個關頭裏面 你說不拍 你說不開工 你不是吧 那你為什麼進這些組 那這樣 那監製打你 是呀 喂你都變什麼環境 沒有呀 那導演出去拍的 但是那個女主持不肯下車 這樣 那整件事沒有了 不會 導演衝了下去拍的 是 他們回來 可能給阿蕭他們拍的 是呀 但是 走了 已經清了牆 當然了 一再三二一穿 來了我 不不不不 爭 打劫還不撇 到尾是怎樣 沒有了 那些匪徒已經走了 離開了現場 我還記得那裡 尖沙醉 不知道那條什麼 落渡 不知道那裡 那些 那導演叫個女主持 你可不可以下去幫我補回 那個照片 是啊 是啊 OK啊 好看啊這件事 安全了已經 走了 就是剛才你剛才 就是有戴圖 剛才那一間 幫幫幫幫幫 這樣走到那邊 你說回他 逃跑路線 逃跑路線 剛才我們在那裡吃飯 整個過程我們看到 我們獨家的 全香港的第一手消息 直擊報道 和大家對著城市追擊下去 這樣 他不肯 什麼呀 就走了 都已經安全了 他說不安全 他不肯 那沒有啦 那這個記者知道他做不到 街道沒有出 一打開對門 就不安全的了 是啊 他怕到這樣 他不肯 他說我入行 我是經訓練班進來的 是 那如何呢 我沒有想過要做這些事情 那你不要入這組 入錯組 真是 他做兒童節目 是啊 那接著 我經常都說 你能入行 你捱東西 如果你要拍電視劇 你就一定預了捱東西 是的 通宵捱東西 我還記得當時我請了兩個兒童組的人 上來我的電視節目做訪問 其實我覺得他們兩個有問題 兒童組主持 是啊 那問題是 有什麼問題是 我很怕人呢 又要漂亮又要不照鏡的 我很怕的 哦 就是我多怕別人呢 就是又要漂亮又要不照鏡的 是啊 我是多怕這種 那究竟你什麼事呢 這次呢 這次呢 為什麼呢 就說到這個呢 就是呢 又要漂亮又要不照鏡啊 接著又要癢又要怕痛啊 接著又要這樣呢 就是這次呢 就是西班牙政府 首先呢 火山爆發呢 就叫那些居民撤離了啦 但是他們的旅遊部呢 又叫那些人去看看 哇 火山爆發啊 這些融這些屋呢 有些人開始被人罵了 你怎麼可以把別人的傷痛呢 用來做這個呢 旅遊項目呢 那轉頭回來 我告訴大家 怎樣呢 我當年呢 罵那個呢 就是兩個兒童節目的主持呢 你又要漂亮又要不照鏡 你不要做這一行啦 這樣 我當場罵他啊 我想我都很狠啊 我真的 我都很狠啊 是啊 是啊 快點一下麥克風說吧 謝謝你 我罵起人 都不是善男信女的 不是 你切場 我們好愛你 不是 不是 我是罵醒他 嗯 那種罵是叫做 就是 我痛 那痛是什麼呢 就是 你 你又要這樣 你又不想這樣 你又不想這樣 但是你又要想這樣 那到尾 你就一時無成了 是啊 很多這些人 你是只有一個吉 就是 你又要想這樣 又不要想這樣 嗯 那這一行就是 你又要這樣 你好的那些都拿了好不好 我告訴你 你全部都給他 給你最好的那些好不好 然後 好了 究竟英文是什麼事呢 就叫做游行游怕痛呢 稍後回來給大家聽 哇 歡迎大家 在早上十點黏著我們 所有的村民 我們看到你們的留言 我們看到的 君亭和私培 會看到你們的留言 多謝你們 今天早上有個好消息 多謝Emily 捐了一萬元給我們 繼續可以維持住 這個區區有牌人世界 多謝Emily 多謝Emily的支持 好啦 你們的留言 你們所有的中秋的祝福 我看到所有的人 大家說 村長 多謝多謝 我看到了 看到了 剛才說西班牙 那個島裡面 就開始火山爆發 熔岩 我們檢查了 熔岩的溫度 就是700度 至1200度 OK 所以經過的東西 是馬上穿的 100度以上已經馬上穿了 所以所有的屋 他們全部要切離 屋是沒有了 一會兒再回到島裡面 什麼都沒有了 其實都要是沒有了 也有些人 罵那個旅遊部的部長 現在是最佳觀光時間 我心裡想怎麼搞的 什麼人都有這個世界 他在想什麼 最佳觀光時間 真是好笑 最佳觀光 你沒想清楚了 我剛才說的 尤其是拍攝 又癢又怕痛 我當天很有趣 請了一些兒童節目組 幾個人上來我的節目 他們其中一個就跟我說 我們做兒童組 沒得拍電視劇 我就問他 很簡單 是沒得拍電視劇 還是你們根本是不想拍電視劇 很少放過你出去拍的 是的 可能怕影響形象 OK 當時我就跟這個長期做兒童組的人爭論 我說你們又癢又怕痛 又想一個星期有五個展示劇 待落袋兒回兩天工作 是 你們又不肯離開兒童組 是的 因為那個收入穩定 你都當他寫自由工舒服 寫自由工很多 好像我聽他們去 因為你說哪兩個我都要害怕的 因為我訓練班同學有幾個都是以後組的 那個年代 然後就好像是蓋世寶有出來拍攝潘加德的十兄弟 是的 還有蓋世寶有出來做過節目的 是的 即是他又跟歐善儀去做媽媽 不知道哪一個旅行社 走為全世界的 其實是除了兒童組之外 是有其他東西出去的 但是監製又會覺得你這個 適不適合你兒童節目主持人身份去做呢 又另作別論了 OK 這個就是站在藝人那邊看 但是我當時說這個兒童組的人 不是你沒有機會 你的機會過了 我問他 從來都沒有人叫你拍劇集嗎 有 有幾次 簡直說是給我做劇集的二線 OK OK 那為什麼沒有做到 他回不了頭 不是的 他說當時為什麼你沒有做 沒有 我要離開兒童組 一個禮拜有五個show 那我現在出去要捱 又要捱通宵 那我就寧願什麼 我就寧願回到一個禮拜 就是一天公義有五個show 我說人很有趣 你不要說TV沒有給你一個機會 是的 那個機會是在你前面 OK 而你自己覺得那邊辛苦 是的 還有你拍完 就回不了兒童組的 是的 還有他那個時間很好 他可能是朝十晚八 那如果你要去拍劇的話 那可能就是 早上四點鐘化妝 晚上 早上凌晨四點才放工 是的 很難捱的其實 那你要拍的時候 你不就像麥包 和黃志賢那些 那樣 因為離開兒童組 我想試一下新東西的 是的 我入劇組 他們開頭入劇組的時候 不是那麼容易找到工作機會的 因為大家都以為他是 兒童組的節目主持人 是大家不知道他已經出來拍劇 可能有一段時間 我在城市追擊出來 我都八個月沒有工作 是的 對 因為其實我不太知道這一行 那個運作 我經常覺得上去敲門 就是等於拆鞋和拍馬屁 OK OK 我先聽聽你們 但是人家根本就不知道 你已經離開了那一組節目 人家不會故意 不如這個角色適合梁師號做 我會故意去城市追擊那裡拿人 不用你梁師號可以用梁B號 是的 但我真的有聽過 有些例子好像村長那樣 是人家不停有找他的 有的 他真的自己覺得 不是因為我真的很舒服 我真的不想出去捱 那是真的有機會給他 但是他自己計過一條數 他說 除了都不著數 我現在做兒童組 我賺錢更多 可能我拍劇 OK 你不停很舒服賺錢 但是你能不能夠怨 你沒有機會出去拍電視劇 你不能怨的 有得給你選的 你不可以要的 你不可以做人 你不可以舔所有 左右手都舔所有的 那現在的選擇在你前面 A你就是繼續在一個禮拜一兩天公帝 有五個show 你不可以跳出去 那接著有機會就拍劇 拍劇可以去到東南亞 甚至去到全世界 將來就成為了影帝 梁朝偉當日都是這樣決定的 梁朝偉都是容嘴出來的 他是跟周星馳 不是 我看錯了 梁朝偉本身就是跟曾華善 他們幾個女生是自己選擇自己的人生 當日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看有梁朝偉 張國強 跟著有 南傑英 曾華善 他們幾個做的 OK 很厲害的兒童組 他們都要決定 當年的梁朝偉 都有一個星期有五個show 是的都是新人來的 那他決定就是 我不要這五個show 因為我的眼光要看很遠 你當日他如果自己不決定離開兒童組的話 你覺得有沒有今天的Marvel 當然沒有 但我聽過了 不是我的訓練班同學 是另外一個都是兒童節目的主持 即是他們會有事聊天 我不是說我整個禮拜天 我就去他們的廠那裡拍的 是的 那跟著就 他說 我說朱欣都是在兒童組出來 他現在變了電影明星了 為什麼你不會去嘗試一下呢 那如果出了去 如果保證我可以做到他的惡事 那如果不行那怎麼辦 哇 但是你不試 就是不可以的 但是他想說那樣東西 又癢又怕痛 是的 如果你覺得是你享受的 或者你喜歡做這個節目的 我喜歡做兒童節目 像譚英姐姐那樣做了幾十年的 他不會說 我都不能出去跟阿鼎爺煮菜 他不會知道有這一雀的 但是其實他們又想自己紅一點 他們又想自己多一點人識 但是又不想付出 但是又不想付出 不要了這個筍工 但是有些人是肯付出的 我試過拍過一兩個是兒童組的 是 他們是跟監製說 不要緊我可以辛苦一點 那譬如可能兒童組就說 不是啦 我們一個禮拜你這兩天 我實要你的 那不要緊 他就跟那些AA 大家夾好那個時間 他說我辛苦一點不要緊 我年輕 我寧願拿這個時間出來討 你給我一個機會 我可以跨出去做節目 遲些你其實兒童組 我大過老之後 你都不要我的 那我為什麼不現在 開始打開我的世界 那他就慢慢度期度期 真的見到他們 這裡收完高 之後馬上就去開回兒童組 是啊 每一天就是這樣 那漸漸就可以做到節目 然後上到Live節目那些 可以做台興 不是啊 明白啊 就是你不可以這個世界就是 你又恨又怕痛 就是你又怕說 不是啊 我跳走了 我當日也罵他的 我說OK 以我所知翻查你的資料 電視劇不是不要你 曾經哪一年哪一年 有一個就找你做電視劇的二線 但是你不肯嘛 因為你不肯的意思就是 怕你拍完這套之後 回不了兒童組 然後你又沒有第二步找你 是啊 那如果不行 那怎麼辦 就是永遠都有這句對白的 那如果你喜歡 你喜歡 留在一個舒適圈的 你就不要 不要怨 不要怨 人很有趣的 你怨你沒有機會 但是為什麼你又要留在一個舒適圈裡面 是啊 你留在舒適圈 你還要一個懷才不育的樣子 對著我 那你現在想怎樣 是啊 我是罵他這種 是啊 你說 什麼啊 當年你又不給劇 我說不是 人家給你拍的 你不肯的 是啊 OK 可能你成為了第二個 朱欣的 你不肯的 喂 你不要這樣說 你現在大聲說 然後我沒有機會 他可能再加多一句 不是那我監察都沒有 包補我拍完那套劇 我可以回來 那我怎麼出去拍呢 嘩 你當你是誰 大街演員 好嗎 是啊 當你自己 是啊 當你是汪明荃 厲害嗎 他們想的不知道想什麼 你自己想出去補一個機會 或者你想再有 你對自己有我的交代 我想衝出去試一下 行不行 你也要搭腳出去才行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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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那樣東西 他還要給你一個懷才不遇的樣子 這件事我是不拜的 真心不拜 我真的要罵的 我是說 人很有趣的 你永遠都要想留在一個舒適圈 不明白 等於近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 梁朝偉的一個訪問 因為近來他全世界有很多訪問 應該都看了九成 看了九成 他就說 他為什麼這次會接到這個Marvel 你知道什麼原因嗎 他自己都說的 嗯 他是看完那個劇本 他又喜歡 不是 我看那個他好像說 因為以前小時候 已經在TVB一直拍很多的 武裝片 他說用這一套去拍這件事 好像就是這麼多年裡面 練了那些武功 這次就一次過發揮了 那這個就是接了之後的用法 就是 他說為什麼他會接到Marvel這套戲 他說 剛好天時地利人禍 梁朝偉 我喜歡梁朝偉的一件事 他承認自己的缺點 他絕對不像那個兒童組那個 大家都是兒童組出來的 梁朝偉都是兒童組 OK 他說 我以前是一個什麼人 他那個訪問裡面 他說我梁朝偉很喜歡在一個舒適圈裡面 生活的人 是 他說我之前簽的那間電影公司 大家都知道 合作的人都是那一堆 不會變的 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是那一堆 我覺得很舒服 我上班好像回家一樣 是的 我也有看這個 但是不知道突然間有一天 我覺得 梁朝偉你長大了 你還有舒適圈 你應該離開那個舒適圈 剛好他就是突然間離開那個舒適圈 他宣佈說沒有了經理人 不是有段時間 什麼劉嘉玲站 劉嘉玲站 代經理人 那些記者就問他 梁朝偉難不難照顧 你說呢 我有看到那個訪問 你說呢 你這樣沒有幫他選劇本 我怎麼會有資格幫他選劇本 嘉玲姐有一個都好笑的 他說你現在藝人 暫時去哪裡去玩 玩多久 他說玩一年 是呀 然後他下一個 那不知道什麼 摺東西做的 他說那家公司如果靠他就死了 是啊 這個也很好笑 這個也很好笑的 他如果我家公司 靠這個藝人 就死了 就死了 好了 那梁朝偉的訪問裡面 他是 這段說話 很適合我們的人生用 人生 人生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喜歡 在舒適圈裡面生活的 是 是 因為不想有挑戰 不想想那麼多樣東西 最好人家都安排了 最好就是 你總之話 幾點鐘去到哪裡 接著我又有人工 他說他曾經 梁朝偉都是這樣想 他說我以前都是 就是我都是一個很舒適圈的人 不是有個經理人 有間公司 就是你都知道他之前是澤東的 OK 就是你任何人找他 都找澤東的 OK 那澤東就安排了他所有東西 其實他說他沒有所謂的 他一部電影拍四年就行 五年都行 那我沒有所謂 就是 那澤東會養我的 但是他突然之間有一天 他說難道梁朝偉就這樣 那一位澤東嗎 那他就想跳開了一個舒適圈 嗯 那就出來了 出來了之後 接著就 很多人知道他出來了 很多劇本找他了 嗯 那他又不懂得推了 那就是突然間 這麼巧 因緣際會就有一個是 荷里活的 那就是 他就說 那荷里活也好啊 我沒有試過 那就是 就去了這裏 都好笑的 都是那一句 他們那些訪問 經常想到那些畫面很有趣 他都說是家寧姐 但是 你可不可以回覆別人的電話 是啊 人家找到他很久 是 幸好有家寧姐 是啊 他說很有趣 還有什麼 家寧姐說 梁朝偉有一件事是堅持的 他離開了澤東 這件事了 OK 那些人問他 我還記得有記者 做了很多功課問他的 他說 家寧姐 我知道國內有一套戲 啊 後來找了另一套戲 找他做 就是很大的國內電視劇 大到不不料的電視劇 已經 全中國最大的電視劇 哇 找梁朝偉 拍的一套就是電視劇 OK 那就找他做乾隆還是康熙 OK 是很大的 整個製作很大的 錢都很大的 嗯 但是沒有接到 然後 他說 你想想 我哪有資格叫梁朝偉去做什麼 他說我看完劇本 我覺得梁朝偉應該要接這套電視劇 嗯 然後他跟我說 家寧姐說 他跟我說 啊 拍電視劇那麼辛苦 我現在在拍電視劇 哈哈哈哈 你什麼經理人啊 哈哈哈哈 所以他們兩個經常都說自己呢 難搞 我那天看完 家寧姐說 梁朝偉 哎呀他都真的很難搞的 那又看回另外一個梁朝偉的訪問 那麼那個主持就問他 台灣的主持就問他 啊 那家寧難搞 他誒 都難搞的 是啊 是啊 他們兩個是 是好笑的 是啊 他很有趣的 然後你可不可以問他 我看完完的了 我為什麼有資格做他的經理人啊 他喜歡做就做不做不做 就是等他賺錢就死了 是 我跟他說 現在國內的電視劇 給電影那個製作 和給電影那個的 就是 就是條件啊 你的舒服程度更大 是 你接了 嗯 後不就便宜了霍建華 嗯 哦 OK 是啊 如果他說那一套應該是 就是 後期就找了霍建華做 魚耳轉 是啊 就找了霍建華做 OK 可能如果他拍了那個 他就拍不到《Marvel》呢 那個時間 拍到 那個時間停留了 他玩了一年滑雪 OKOKOK 是啊 不關事了 那好吧 他又要玩帆船 他又要迫射 很多東西 是啊 但是他的運氣也是非常好 嗯 他的運氣來到之後 他很認真對待這件事 是 那你想一下 如果當日 他聽劉嘉玲說 拍了《魚耳轉》 嗯 是啊 他說他基本上不會接 是啊 所以他的性格很特別 所以 他從來他自己都說 我小時候到大都很喜歡一個舒適圈的 但是這個就是告訴他 他跳出了舒適圈之後 是啊 電視機都可以 是啊 電視機都可以 是啊 電視機都可以 我要去第二個國家拍 國家拍 所以你問我 人生裏面的舒適圈 如果你在舒適圈生活的話 就不要去羨慕別人出來 就是你離開了舒適圈 而挑戰成功的人 嗯 因為他們有付出的 他們是 他們的付出就是什麼呢 他們不要在舒適圈生活 他們的人生很精彩 輸和贏無所謂 要活得精彩 人生過來玩一個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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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跳得出的話 那我們所有人都可以跳出我們的舒適圈 OK 他們想跳的時候已經40歲了 是啊 跳不出的了 OK 那班兒童組那些 跳不出的了 OK 轉回來帶大家去地球裏面 另一個地方裏面 看一看 這次就是西班牙的政府 這個旅遊報的部長 一定被全世界罵 好了 歡迎大家繼續回來 早上10點開始的大家編集數 剛才看不出來的一件事 就是西班牙 那些人的旅遊報就說 看這個火山爆發 是啊 然後爆發之後 然後就說 哇 這些東西噴出來燒了一些屋 這樣 撞鬼他什麼 就等於近來一件事 大家站在公道那裏看 就是公道那裏看 其實香港大澳 他今年設計水燈節和花燈節 我覺得挺漂亮的 真心漂亮的 真心漂亮的 帶一些活力回來 真心要讚 就是去設計水燈節和花燈節的這班人 是 但是他們想的就是怎樣呢 想又想得不夠細節 因為居民自己想的 就很多全香港的市民蜂擁 你看看其中一張相片 嚇到呆了 你知道嗎 上個星期嚇到呆了 那些人 哇 你知道 他沒有人流限制 因為他又沒有警員 又不是一個公司的一個 是的 而且他那裏不大 因為我一年都會去一兩次 是嗎 因為你認識一些朋友 就住在裏面 你看看我的圖 但是他做得很漂亮的 真的很漂亮的 真心很漂亮的 但是你知道 很多人去打卡 拍照 叫做水燈節和花燈節 但是 我首先是讚他那個 idea 但有時候人想的 你要想得細節一點 尤其是去量東西 做東西 那麼多人進來 當然了 整個區都會很旺 大家都做到生意 大家都有錢賺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一些原本是住在那些人 他們回到大澳怎麼回呢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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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 他們應該是沒有 因為他們想著 沒有那麼多人會進來 以前可能我們就會是 聽到這個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 走走走走走 所以未必那麼多人流 但是現在呢 新世代已經多了很多 要去打卡 拍照 那些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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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變成了他那個人數 真的可能 那你想一件事 為什麼這次會搞到 今晚 他們宣佈了 今晚和明晚 昨天開始 停了 不開 不開 但是沒有發生任何事故 有 有事故 為什麼不開呢 因為那裡原居民 那些都是原居民 但是另一幫原居民 就是住在裡面的 OK 如果 因為你這麼多人進去 就是你這麼多人進去 然後就是 如果我住在那裡 我要和你們一起排隊 原來我要排五個小時 我才回到家 是啊 平時可能是十分鐘的事 我平時沒有人搭的 那些車 是啊 是啊 但是我要排四個小時才進去 你會不會覺得就是 為什麼我要排四個小時 我在那裡住 我回家 我跟你家住過西貢 我們都是為什麼 就是夏天的時候 那些人遊船海那些 都是很大件事的 都是塞到暈的 不是啊 比如今晚這樣 我會預計了什麼的 我幾點鐘 我設定路線圖的 是啊 有速途 要不就不要回去住 是啊 外面租過酒店 是啊 因為你明知道 那些人 就是這些環境 就是 每個都去那裡了 然後 吃下去先 不是啊 清水灣一攤二攤那些 是滿了人的 吃東西吃 你知道有一年很好笑 就是有一年 那時候我是 味和向海南好熟的 就是味和向海南好熟的 就是味和向海南好熟的 真的味的 我每一次講這件事 他們說 你是不是傻的 你是不是有病 你問我 問我是不是有病 沒有那麼粗魯的 向海 你是不是沒有吃藥 是啊 好啦 都是跟這個大澳的水燈寺 有些 有些 我住以前 我住在哪裡呢 我住在雙濕灣 那就是在清水灣二攤隔離的 OK 那前面就是一個海灘 OK 就是真的前面 是一個私人 不受政府管理的海灘 OK 而且也都不能下來的 就是那個 如果我坐車 我剛剛去到 我不可以走下去 你那個海灘的 不讓你進來 OK 私家地 就是不讓你進來 但她的私人泳灘是沒有救生員的 是啊 不讓你進來 所以也都不會去到這裡的 那裡 比如那些屋裡面 所有的住戶就知道 你是哪間屋 那又問你 你會問的嗎 整個車鎖了 不是 或者放兩隻狗出來 沒鎖你之前已經問的 不是 小姐 你找哪戶 你找哪戶 你隨便說 這間屋的名字 你隨便說 3號屋 3號屋 OK 你姓什麼的 叫Frederick 嗯 對不起 沒有這個人 沒有這個人 是嗎 我可能走錯海灘 不好意思 你先問清楚一點 是啊 你先問清楚一點 是啊 這個海灘不是政府那些 你不如你上去旁邊 清水灣二灘 其實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 因為他們下了車之後 他真的看到有個海灘 他就會走下去 你要下去 你要下去的 對屋才看到 是啊 是啊 其中很多都是要走樓梯 這樣下去 沒關係 你走不到樓梯下去 OK 這個真是很private 是啊 所以 然後一路就說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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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樣就到了 然後 那一年 就是 剛剛 叫做 一百年一次 一百年一次 所以整個TVB 就是我們以前在城市追擊的那一組 整組人就來我家 看這個什麼呢 就是流星雨 就是說說說說不知什麼 一百年才一次 嗯 整個天空裏面是一劃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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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 就是演員 大家都認識的 大家都很開心 就是這些組人是很開心的 嗯 突然說說 我們有個新主持都想來 這樣 告訴我聽 但是我不會的 OK 我說哪個新主持 哪個城市追擊的新主持 我不認識 今屆香港小姐向海南 咦 我向海南來 哈哈哈 我真的跟她說 咦 我向海南來 哈哈哈 有港姐登場 咦 新鮮滾熱 好好好 你叫她來 叫她來 他入組 城市追擊 你知道入組 大家都知道 他入組 認識幕後的同事 我說好好 你叫她來 接著整個TV 整個TV唱了很久 這件事 為什麼要唱 你知道 所有人都在我家 對不對 OK 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向海南來我家 OK 其他的藝人都在我家 OK 我就趕快 不知道 自發性 做一件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 做了這件事 我突然跑上去 我的房間 我就換了床單 換了皮 換了皮 全場你換床單 你幹嘛換床單 等一下 你為什麼會覺得 需要用到那張床 不是 我覺得香港的小姐 來家 要撿得乾淨一點 不是 人家應該掃地吸塵 抹東西 不是 不是 我不是打算 她會 上床 不是 不是 我想向海南來 都應該有些 taste 換一套更漂亮的床單 是 拿到連根拔那套 連根拔那套 千二針那套 拿回來 我是這樣的 怎料被他們 一群人笑了 很久 向海南來 她連床單都換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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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死了 Anna 你到底在想什麼 她立即扣到上來 心裡 她覺得人家品味 可以換床單 說出來 不是 人家會進她的房間 不是 我不知道 當時向海南 給我感覺 是一個很有品味的人 但是我的幕後同事 沒有所謂 你們自己 我們只會去換一套衣服 可以換床單 不是 因為我和那幫幕後同事 熟得怎麼樣 他們有我家的鑰匙 他們有我家的鑰匙 是呀 因為你經常出發 要飛 是呀 他們已經有我家的鑰匙 所以我不管他們那幫人 其實我突然間有一個新的朋友 我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村長 講早兩三天 讓你知道 你又不是裝修那間屋 哈哈 重新再搞 後來 整間公司的人都知道 她向海南去她家 她連床單都會賣 不是 所以我後來下次 我認識了N之後 我當年記得這件事嗎 記得 你一晚我來你家 你去床單都會買 到最後她是沒有來的 當然了 你這麼適郎的行為 不是 聽到你換床單還不說 其實我今晚其實要陪媽 不是 為什麼她沒有來的原因 突發要出去拍攝 不是 就是像今次大澳那樣 噢 她說她在電視城開車 她去到三分一已經兩個半小時了 噢 她說我不知道還有塞多久才來到你那裡 她說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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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來了 她說她從電視城那裡開車來 三分一路程都兩個半小時 平時在電視城去到你家十五分鐘之內 就到了 十分鐘 十分鐘 就是由電視城 就是由清水灣電視城 去雙思灣 駕駛到車來雙思灣 十分鐘 OK 所以那幫友仔才來我家 OK 因為近了 OK 還有那幫友仔來你家的時候 她是由下午開始玩 已經 所以剛剛避過了最沙車的時間 是 沒錯 所以呢 因為向海南是 收工七點鐘才來 她塞到由七點鐘 在這個清水灣電視城 去到九點半小時之後才放棄 她說我都未走到三分一 立即是將軍我屈就走了 她就剛剛去到那個回旋處 她說我走了 我不來了 她看到前面 還有一段時間都不動 這樣 她說兩個半小時 她沒有屈去阿姐的家嗎 她一轉回去就是阿姐的家 那她還未認識阿姐 所以 沒有啦 那就沒辦法了 香港人說不來了 回到床山 回到床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想想想 我們就是要承受這些 什麼大時大節 有這些什麼 什麼 蝦雷瑞星 啊 流星雨 啊 我們就是整個清水灣區 是塞到不動的 但是我們搬進去那時候 是預了的 是啊 是啊 就是你會知道 逢整個夏天的星期六日 你都不要想著 早上九點至十點 那段時間 是 你每一天一至五的上班時間 因為它是單程路來的 是啊 是很恐怖的 但是你會預了這件事 預了 我住了 我有搬她進去西貢 清水灣到幾個月 我住了七個月左右 我頂不住我搬出來 是啊 你是City Girl頂不住的 是啊 你下班之後 其實你想回家舒舒服服 你還要我堵住車 然後那些人又搬又燥 但是你要想一下一件事 我們是住在裡面的 我們叫做在裡面的居民 但是有些什麼 譬如今晚中秋那樣 很多人去了沙灘的 整個沙灘滿了人 那你們的車啊 你們的所有東西 然後又會一直堵進去 然後又亂擺放 所有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是要 偶爾一次 我們是無所謂的 因為我們才知道 其實一年才只有一次中秋 一天而已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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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就會用算了 算了 你都會包容 不是 我們就避了 我什麼叫避了 就是我以前住在清水灣區 我明知道 譬如中秋那樣 要麼我就五點鐘離開了家 是的 要麼我就五點前回家 你會避開 你自己醒目 因為你住在這裡 你大約都知道 那些人湧進來的 是的 反而我們住的那些 就彈出去 他們就湧進來 是的 那我要麼就彈出去避了 要麼我就早點回去避了 那你都不會知道 有塞多久的 就是你避了就行了 但是這次呢 大澳就避不了了 因為他們上班 下班 上學 因為他們維持著很長時間 很長時間是怎樣呢 因為那個叫水燈節和花燈節 他說那些原居民呢 只是排 回家呢 都排了四個小時 這麼公主 那些小朋友還要上學 不是 這件事你必須要 就是 讚一下長洲 長洲不是每年都有什麼 搶包山 搶包山 船公司和車公司說 嗯 加班次 你知不知道加班次 嗯 還有一些呢 就是呢 有些班次是給我們原居民 嗯嗯 是 那他們知道的 嗯 他們又會貼了所有的通告 那這段時間呢 就是太平清照了 有很多人進來了 那這樣呢 跟著呢 我們就要求了船公司加班次 是 原本就多少 比如一個小時一班 現在就15分鐘一班 嗯 那你叫他等 那他原本要等一個小時 他現在等 原來15分鐘一班 都不是等很久 等兩班 算了 可以散禁一些人 你沒有影響到原居民 大家就覺得 那算了 一年只有一兩次 不要緊 不要緊 算了 大家去張就一下 那但是你想這件事 那時候 你就是想原居民 那這次呢 為什麼呢 很多人很失望的 很多香港人都很失望的 就是那個花燈子呢 他說我關燈了 對不起了 真是不好意思了 你們太多人了 我關燈了 嗯 關燈就是怎樣呢 就是 然後打卡 有些人很好 有些訪問一些人 你看到很多人進去訪問呢 你進來 關燈了 我們都明白的 我們是外來人 如果我們外來人 影響了人家原有的生活 我們都覺得不好意思的 還有他們連出來買東西都買不到 我覺得真的 對他們不是很公平的 他們也有些人很體諒的 應該是這樣 入屋拜神 入屋叫人 因為你們是外來入侵了 外來入侵了別人原有的地方 他們做得漂亮 你們說要打卡 他歡迎 他歡迎的 但你不要影響到原有的生活 明白嗎 但他這次應該吸取了這個經驗之後 下一次就會懂得做多些準備功夫 其實應該 如果準備功夫是怎樣呢 人流 第一就是要控制 第二 你知道很多時候 香港 尤其是世界各地 有一個地方 我不記得 你叫Benny 你幫我檢查一下 我當天覺得 有沒有這麼漂亮啊 這個世界 整個山 一個山 開到 譬如 假設這樣 譬如 紫色的花是一個山 是一個山 很漂亮 整個粉紅色的山 是的 有些地方的 OK 接著是怎樣呢 如果住在那裡的人 就是原居民 是看到的 就是這個是他的 他的自然欣賞觀景 開始有些人打了卡 尤其是有Facebook 有所有的東西 是 哇 他在哪裡這麼漂亮啊 就是美國的一個地方 OK 那些人全部開車去 塞到是怎樣呢 根本原本裡面那些人 是出不了來買東西啦 哎呦 生活不了啦 那沒辦法了 後來政府就是這樣 燒了山巨 每天 限50個孤單去看 申請 OK 那挺好 是啊 好一點啊 你又不是不讓你看 你每天就申請進去50個人 你今天眼睛悶了 你明天申請 第一 你沒有影響那裡的原居民 是 第二 你又可以讓外面的人享受到 你就申請了 你排隊 是啊 其實自然生態呢 真的不可以太多人一眼湧下去的 要不然就會搞到他們 踩死了那些花草 不是啊 香港也有一個 好笑的 那天呢 他原本是這樣的 我覺得他很大方的 他真心很大方的 他說 香港有個向日葵田 嗯 那你知道 好像澳洲那樣 就是你說 拍出來的那張照片好漂亮的 對 你以為自己去了澳洲的 OK 那他就沒關係啦 頭頭頭頭頭想著 反正我都中了 就讓你們拍照 嗯 好啊 那樣 他人太多 他就踩到花扁了 哎呀 很無功德的嘛 有些人 是啊 人家這麼大方 是啊 而且那個東西不是你的嘛 人家豁出來給你 你可以保護一下他嗎 當然不會啦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大媽 我不是歧視大媽 對不起 是啊 我們都是你 她說幫我拍張照 幫我拍張照 然後把對方咬 在她的臉隔離 割到花不斷才有鬼 就咬到 她怎麼會離開 是不是 所以來到的東西真的全部都倒閉了 還有日本人很好笑的 她說 我不知道你們為什麼拍張照呢 可能看電視劇太多 你知道每年都有櫻花的嘛 是啊 是啊 日本人是這樣的 他們的雜誠 他們看櫻花是怎麼看呢 他們是會去找一個公園 找一個公園 通常好像叫上野公園 是不是那個公園叫上野公園 是很出名的 因為那裡前面有個櫻花的樹林 他們就會自己和小丸子 自己的小女兒 就拿那些餐盒 就好像郊外野餐那樣 就收拾了餐盒 弄東西 鋪一塊布 在草地上去欣賞櫻花 什麼叫欣賞櫻花 和你們的遊客在打卡是兩樣東西 欣賞櫻花呢 先會見到櫻花海的 但是你們如果偶爾去想打一張卡 看不到的 嗯 櫻花海就是它那些 它們有個名字是怎樣呢 就是它們在那裡留意 接著那些櫻花就已經開了 那它不會整個滿天的櫻花的繁在天上飛的 不會的 不會的 可能有一陣風 它就要等那陣風來了 就坐在那裡等了 很漂亮 很漂亮喔 它已經有風來了 石一風一來 那些櫻花就全天的那些花繁就飛了 對 它們才拍照而已 很詩異 很浪漫 是有這個的景象的 OK 但是它說遊客就衰了 因為遊客你們不是在等 你過來幫我欣賞櫻花 我要拍櫻花海 有櫻花海 我要拍櫻花票的 它推那棵樹 然後旁邊推 神經病 推那棵樹 那些花繁就掉下來 人造櫻花海 很高分 三個小時後就擾著 它露了櫻花之後 你就走過去擾著她的人 我都想看看人海 為什麼會這樣做的 因為是自私 但是自私的人太多了 不是 所以你不是很有趣 很特別的 你怎麼看這件事 別人去等看 跟你硬要形造出來的兩件事 OK 他們有些人 可能拿著咖啡在等那個人 他就 嘩 為什麼看了一幕這樣 要是 我就讚的 我當年 特地是圖文並茂的 有個姐姐 我想她有些錢的 她應該的身形都漂亮的 漂亮的 她是教那些瑜伽的 是的 OK 如果香港就是一個 譬如黃佩霞 就是教瑜伽那樣 她就想拍一輯照 就好像叫做 什麼叫做 類似彩霞仙子那樣 OK 就剛剛就是中國有個地方 櫻花盛放 她很想自己在櫻花盛放的花海裏面 就展示出自己瑜伽那些的 美態 美態 你知道她是怎麼樣嗎 她做了什麼 人們覺得好東西 第一 你沒有影響生態 第二 你真的營造到那個 櫻花和瑜伽的姿態 你叫Bennie打櫻花和瑜伽 一定是這個女人的 OK 會不會是好像我們平時拍戲那樣 掃上地下那些 拿個風扇一吹那些 她比這個更聰明 更聰明 她那輯照是被譽為很漂亮的 櫻花和櫻花 即是在國內櫻花加上她的瑜伽 她裡面叫做什麼櫻花仙子 即是 是的 她是很漂亮的 那輯照是漂亮得 被譽為中國最漂亮的 你知道她是怎樣拍的嗎 不知道啊 風扇我們就知道 OK 你怎樣可以是前後左右的 所有都是你櫻花大 而在做瑜伽 哦 鍵上去吧 不是啊 她預訂了個吊臂車 將自己吊在花海的中間裏面做瑜伽 哇 這麼大的成本啊 但是很漂亮的照片 要麼你不要影響別人的棵樹 是啊 她沒有弄到棵樹的 沒有弄到的 她用個吊臂 吊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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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她又沒有破壞了 她沒有破壞 第一 は沒有破壞櫻花 很漂亮的是 蕊埗很漂亮的 了аст的 她好像被櫻花包圍 被櫻花包圍 她找個吊臂機 吊臂機你好明顯看到 是威亞來的 你在 comentarios 那個吊臂機不要撞倒四棵樹才去到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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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心賺他的 他訂了一個吊臂機 接著就將那個瑜伽繩 第一 你想拍張漂亮的照片 你不要破壞 別破壞原有環境 他就量了找個吊臂機 吊他過去找威也 接著他就拍到了 他沒有破壞 全中國賺他的 他有創意 因為每個影韻花都是在下面那裡拍上去 就是一堆櫻花 他就可以同步在那堆花花和葉的中間 總而言之你就覺得他是花海裏面的照片 他又沒有破壞大自然生態環境 他又拍到很多人稱讚他 稱讚他就是什麼呢 他第一 他想拍張漂亮的照片 但不破壞環境 我就想方法拍張漂亮的照片 很多人跟他學瑜伽 他因為這樣創了自己一套的方法 人你只要想那樣東西 你不破壞環境 有些人是真心讚他的 第一 你說他漂亮不漂亮呢 他不是漂亮的 他是一個大媽來的 真心是一個大媽來的 他沒有翁鼠嘛 他沒有翁鼠 哈哈哈哈哈哈 他就是創出了叫做什麼櫻花仙子 他的照片就是全部櫻花飄出來的 是啊 真的有那個感覺 這個真心讚 這個真心讚 這次都想讚大澳的水燈節和花燈節做得很漂亮 但是如果沒有影響原油那些居民的生活的話 就更加值得贊賞 下一年都可以想得好一點的 就是首先安排到交通啊 安排到所有的東西 其實是願意配合的 就是願意的 或者可以 像你之前說的那一套 可能我分時段1點至3點 可能只有200個人可以進去 或者500個 那你就網上申請 網上申請就行了 是的 那你加一些班次啊那些 然後由人流做好 那大家都可以開開心心的 還有有時候你知不知道呢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新聞 留意新聞 你們有沒有留意到呢 有時候會在我們電台或者電視都會說的 今晚九港鐵路加一班幾點鐘開車 你有沒有留意到的 有 那他就會說原因的 他講原因的 原間那些 不是 你會聽到一個原因的 是的 今晚我們九港 今晚我們火車會加一班 就是12點半的 那因為由於就是他演唱會的散場 哦 是 在紅磡那裡開的 是 是 是 那他就是不想打擾到原本 因為他這一群這一萬人下來了之後 你會有很多人是等不到車的 那所以他們會是 演唱會會會自己打給火車要求加班的 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其實很多這事先功夫是真的要想清楚 那你也要量那個人去這麼細心想 這一萬人今晚打算 許君傑會唱到過了12點 沒有人知道他過了12點 那你是不是自己的演唱會有人知道 今晚他想和大家count down 那大家一起數一下 5 4 3 2 1 賺錢 其實陳奕迅的concert 我通常都要加班的 是的 比如加了班之後 那你想一下 原本那些人 入場那些人 那你記住一件事 入場的人 那些人大部份都以為11點半就完結了 對 但是今晚你的演唱會主辦單位和這個歌星 想和大家count down 那就是未必知道的 那他就要安排那個火車給他 那這個是真心的 真的的 真的 有時候想事情 你想得細節一點 大家開心一點的 那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突然間他怕不怕這件事 如果那個現場沒有安排 那你翻譯這件事而已 你有一些人很有趣的 你見到喝 尤其是喝 我經常都說喝那些人 其實你 因為我做很多annual dinner 那我就會和那些人開會說 我說你有沒有安排車 給你的員工 蛤 為什麼要安排車 大家都自己來吃飯 不是 你們今晚想到這麼晚 你的run down裡面是12點3才完 其實你知不知道很多人是看著那個bill 我趕著搭尾班車回家 是啊 那你還不抽獎 你抽不抽 我走了 那你就變了有時候 譬如我們做annual dinner 我們久不久 到10點鐘就告訴大家 大家不用擔心 玩得開心點 因為今天公司大會就安排了你們 12點鐘之後 樓下就會有車 由這裏去到沙田一站 由這裏去到大圍一站 由這裏去到香港一站 通知了大家 那大家就覺得 原來今天不用追 不用等車 玩玩玩玩 是啊 那開心很多 我知道有些fashion brand 他們真的有安排給員工 是啊 是啊 這樣就安心點 不用又要趕小巴 然後又要轉車 很麻煩 喝也是的 有時候留意一下 我做很多的婚禮 我有時候挺讚的一些新人 通常是一些父母 他們跟我們開會的時候 他說 師傅 麻煩你 因為我們是整條村 就是我們是 在延朗的 在延朗的 整條村 你知道 我們不習慣這麼晚的 你可不可以快點 早點 就是 完 那我說 伯母 你想幾點完 最好九點就完 那 九點 現在八點才吃東西 九點怎麼完 那我伯母 不如這樣 你預約旅遊巴 給他們走 是啊 即是來就自己來 是 走呢 就大概你十一點鐘 那你就下面的車預約完 這些橫店 全部都是住在那邊 是的 是的 明明他們整條 那條不知什麼村 自己搬來這裡玩 是的 那我說 其實阿姨 你只要預約三屆旅遊巴 就解決了這些事情 那你就大家都開心 大家也不用 趕快地玩得不開心 屎臨了賴 撇掉 可以盡興 然後你兒子 跟新媳婦 一半 走了一半日 走了一半日 走了一半的了 是啊 多冷清 去到食肆不見了 那些人下面 敬酒 沒有了 趕著 不好意思 阿發姑媽和阿七婆 說要先回家 是啊 我說你只要安排三輛車 你就解決了所有問題 這三輛車的錢又不多 是的 那時候我們還幫她檢查 所以你還記得多少錢 OK 我說阿姨 兩程 即是來回就1700元一程 即是1700元一格 單程就1000元 OK 即是你再花三千元 大家玩得開心一點 是啊 不欠在那些錢 我說其實你主人家不欠在 人家覺得你很大方 是的 人家人情都給了你 但是你想你去奔客走的時候 你都記得她是去做一個開心心的 是啊 盡慶的派對 尤其是我搞派對 最重要是大家開心 所以你問我 就是久不久你會看到新聞的 新聞說呢 今晚呢 接著就是什麼什麼 加班 其實多數都是演唱會自己安排的 嗯 演唱會打去 說我們今天晚了散場 我們今天平時我們11點3散場的 他們趕到車的 11點3完全趕到車的 但是有機會是什麼 就是歌星想唱countdown的 那他就要加長 加長的時間 他就要第一要付錢 第二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演唱會 他們不想付錢 這個就是trist來的 平時演唱會開幾點 8點15分 8點15分 如果他想的加長countdown 通常張飛社開9點半 嗯 時間是一樣的 演唱會的時間 不過 就是中機當時我們做公司 是呀是呀 退了 那你就可以countdown 那你countdown 你另一件事要做 就要跟交通說 是 加班啊 整車啊 令到那些人呢 那他們什麼叫巴士公司 巴士公司 巴士公司和地鐵 是很願意安排的 嗯 尤其是加班巴士 你只要在下面呢 他告訴你我們大概有幾多乘客 會上你的車 那他就安排了 安排了幾多班 那就幫你計算數 OK的 但是今天如果大澳那裏 他又不 今天中秋節他不開了 不開了 他剛剛就見了整件事 他就是miss了中秋山 剛才給原居民看 不開 九點鐘關燈 講得明白 大家不要進去 人家講得明白 是九點鐘關燈 另外多謝了這個Lily 多謝了 就是Apple 捐了這個曲曲有飯吃 多謝了你們 你們相當之有心 祝你們 中秋節快樂 也多謝你們的有心善心 娛樂審死官 究竟哪個藝人說真話 哪個藝人說謊 哈哈哈哈 一同個娛樂審死官 我兒子這個法庭的審死官 略思豪 還有我的升級陪審員 韓君廷 李斯培 海庭 海庭 歡迎大家收聽大家收聽 大家收到東西 最後這個環節就是娛樂審死官 今天這則新聞 我平時很欣賞這個男歌星 但他這段說話 我不是太欣賞 真的 這段 我平時很欣賞他的 我知道他很疼老婆 他又和我一個伯母很熟 我下次會跟他說 我應該這樣說 假設李斯培 你很有資格去評論 因為你有做演唱會 你有做演唱會 你有投演唱會來做 譬如簡單些 或者韓君廷 如果你是投資方 如果當你重金禮聘請了 以下來不是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譬如Beyond 家驅未死的 你請了Beyond 你總是會跟Beyond說 你不可以不唱 江輝歲月 一定要唱 有幾首歌 大家一定要聽的 江輝歲月 一定要他唱 一定要他唱 因為我請來那班朋友 每個人一看到 就一定想著要聽這兩首歌 你可不可以 Beyond說 我這首歌唱了很多次 我不唱了 可以的 可以 那我請第二個嘉賓 明不明白 李師傅 因為人家整個節目 他們有自己的團隊 希望這次表演些什麼 給聽眾 或者觀眾去聽 我是負責投錢 去做這件事 裡面的製作 我可不可以 新的錢進去參與 其實你又可能 破壞別人的作品 那你 那你 老闆你是投 你投資方跟我請你來做NUD 是兩件事 沒錯 OK 這個就是演唱 我自己請他做嘉賓 嘉賓 嘉賓 那你給他錢唱三首歌 你有沒有要求 三首歌裡面 你自己選兩首 但我有一首我想要求 一定會 是不是一定會 其實我告訴你 給你這個錢 因為我也想唱 我也想聽 上海灘 是啊 那你告訴我 我沒有 因為之前 容祖兒 有一個演唱會 他只是唱一些 Sidecraft的歌 他主流的 一直都沒有唱 你進去 可能你那些歌 如果不是你的歌迷 或者你擁有 他那麼齊 他那麼多隻碟 你有些歌是沒有聽過的 我想問 譬如他的演唱會 他有沒有 他講到明 OK 講到明就可以 對了 我們衝進去看的時候 哇 起出望 我超好看 超好聽 不要緊 如果我是N New Dinner 譬如我請葉麗儀小姐來唱 因為我的姨媽姑姐 很喜歡聽她上海灘 我就直接請她的時候 經過她公司 我會麻煩你 可不可以 因為我公司 或者我本人 就是因為很喜歡這首歌 所以我先請葉麗儀 OK 你明白嗎 有兩件事 我想聽這首歌 所以請這個歌手 我們幫葉麗儀說回 葉麗儀自己本身 做了一個訪問 他問他 其實一些人想起葉麗儀 想起上海灘 浪泡 浪流 他說你 唱這首歌 有沒有厭倦 這樣 你聽聽葉麗儀 她是一個歌星 你真的 我都想將葉麗儀的 這段說話 送給現在這個男歌星 她說我很慶幸 一生人葉麗儀 有一首 你一想起葉麗儀 就想起歌曲 這個是上天送給我的禮物 不是人人都有 是 OK 她說很多歌星 都未必有一首代表作 有 肥媽也是 你一想起肥媽 唱歌 除了主動之外 你一想起唱歌 你就有兒之光 媽媽 I love you 有兒之光 你會想起她這些 OK 葉麗儀就說 我慶幸人生有一首 就是這樣的歌曲 而這首歌曲她唱了超過一萬次了 一萬次 相信都有 一萬次了 她說你厭不厭 不厭 難得你們喜歡 我每一次唱 我每一次都是感恩地唱 她說人很有趣的 你感恩地唱 那首歌就會不停有得唱 你如果自己都不喜歡她的話 很快唱這首歌 亦都不會再流傳 嗯 我很欣賞葉麗儀說這段說話 她說 你想想 《上海灘》這首歌都有了四十年以上 經典到 是啊 還有唱歌好像不厭 那這段說話 這段說話 她說你想想 四十年前的一個電視劇 四十年了 OK 好了 到尾 她說有一天有一次 最近一個訪問 她說我沒有想過 我沒有想過 地球的進步 現在有些叫零星 那些電話響 電話響的零星 電話響的零星 然後有一天有一個人打給我 她說葉麗儀 我們想用你那隻 上海灘做電話零星 你介不介意 哦 要不要我唱的 不用 哦 那你用吧 你用吧 你拿去吧 你知道她後來有個奇蹟 是 她是嚇到她老公呆了 嚇到她老公呆了 她說你拿去吧 OK 她這首歌都舊到這樣 舊到已經四十年前了 她沒有想過 剛剛十年前 在中國 電話零星 翻譯翻 嗯 好厲害 即是電話響就 哒哒哒 好爽啊 哒哒 哒哒 是 王總 是 很帥 是 好爽啊 然後她那次訪問 她說我為什麼會嫌棄自己一首 這麼受歡迎的歌 我感恩都來不及了 是 她說我老公突然有一天 上海打給我 她說葉麗兒小姐 你介不介意 因為她住在澳洲 她說你介不介意 飛來上海拿張支票 她當時她的支票說什麼 不是吧 飛來上海拿張支票 你入朗銀行寄給我就行 是啊 她沒有想到這麼厲害 好了 她說當時看少了 她說我自己都很內疚 看少了自己一首歌曲 她說那次我就反省了 她說有一首歌 能夠令到你葉麗兒的人生 這麼大的轉變 你不單止是感激 珍重 感恩 葉麗兒 如果你不是唱了上海灘 第二個人唱了 這件事就是第二個人拿了 是啊 在你的手 為什麼你不好好珍惜呢 好了 她跟她老公說 我們不來的了 我們不來上海拿什麼的了 這樣 然後她拆開信封 她定了一格 她拿了支票定了一格 她老公問 她的名字叫Francis 她老公是外國人來的 她說Francis 你有什麼問題啊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她說 她說 張支票 她說什麼事啊 是淺少到你覺得 呆了 呆了 No 我可以買多一層樓 哇 So many zeros 她說我可以買多一層樓 她說不是澳洲那些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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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 一個電話零星 將支票可以買多一層樓 是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哇 很多人喜歡唱歌 那你想想多厲害 她說我感恩都來不及這些東西 不是啊 她說如果第二世 我再做葉麗兒 我都希望撞上海灘了 是啊 她這樣翻輕 她翻輕 你想想有多少歌手 她唱完首歌你都不記得了 而且很有趣的嘛 你知道有些歌是會翻輕的嗎 叫做劃破時代性 嗯 你知道有幾首歌 是因為 新一代的歌聲唱 她又唱得她拿捏得很好 嗯 那其實這首歌是舊到已經 舊到已經很厲害了 嗯 那說著 說著歌呢 是自己會跳去找人的 嗯 OK 簡單的來說 鄧紫棋 Beyond的喜歡你 其實就新一代以為 喜歡你就等於鄧紫棋 那你問新一代那些人 蛤 喜歡你不是鄧紫棋的嗎 不是Beyond的 你說容易受傷的女人 原來不是黃靖雲 我都暈倒了 是啊 容易受傷的女人 是不是黃靖雲的 我不管 是黃靖雲的 不是黃靖雲的 我不管 是鄺美雲的 OK 你們很喜歡的明星 嗯 不是張國榮 不是葉不閒的 蛤 我以為葉不閒 不是 不是原唱的 不是原唱 哦 那是誰 OK 原唱第一傳那個 就叫做張瑪莉 第二傳那個呢 就叫陳麗絲 OK 陳麗絲 OK 是 張瑪莉是Mary姐 是嗎 不是香港 那個叫韓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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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瑪莉 張瑪莉是香港小姐 知道 知道 香港小姐 張瑪莉 OK 就是原唱了 OK 就是很有趣 就是你問我 我們經歷了這麼多年的這個 就是在歲月裏面 就是 給你 張瑪莉就是這個 原唱是張瑪莉 香港小姐 是啊 張瑪莉是原唱 大方美女 明星的原唱 OK 很多首歌都是這樣的 譬如甚至經歷了 就是經歷了 最近又回來了 偏偏喜歡你又回來了 是嗎 因為那裏電視劇 是 還有楊千華 楊千華 是呀 翻唱過 OK 是 OK 也是原唱 另外還有一首 南平晚中 又不是 又不是什麼 又不是陳百強 原唱的 他是翻唱我金曲的 原唱應該 這首歌應該是很久年代 原唱 我怕我記錯 因為人家都是一個超級大歌星來的 應該是不是崔萍姐姐 我真的 我真的要 Benny幫我炒 因為太久了 就是那些四幾年五幾年的事來的 只不過陳百強再翻唱又再紅了 OK 後期呢 記不記得有一首歌就是 就是 歌都可以翻唱再翻唱的 其實很多都被人翻唱 OK 問我呢 鄭壽文翻唱的時候 問我歡呼聲有幾多那個 她是不是 Therese 問我 不是 問我是 問我歡呼聲有幾多 陳麗絲原唱 但我跟君成都猜應該是杜麗莎 是杜麗莎 是杜麗莎 不是杜麗莎也是翻唱 原來也是 都是翻唱 原唱是 再原唱 再原唱 那是誰 再原唱 不過那個 為什麼收錄在電影的 原聲聲帶裡面 再原唱那個是 尖叔的第一任太太 華娃姐姐 因為尖叔填詞 尖叔填詞 尖叔填詞 是的 所以問我 第一次唱那個是 華娃姐姐 錄到大碟裡面是陳麗絲 再拍電影翻唱那個是 鄭壽文 是的 OK 也都有一首歌 也都不是楊千華原唱的 楊千華也都不敢說自己原唱 OK 哪一首 那首是什麼 每當變幻時 哦 有一部電影 有一部電影 原唱也都不是楊千華 也不是楊千華 他朝成翡翠 什麼壽華女 滿身追隨 不是遇過風圓 那樣嘛 是啊 原唱也不是他 原唱 原唱是以前曾經 紅極一時的 叫分離 是的 分離 原唱 沒有 一首歌曲 等於這一次的 藍哥昇華 我們其實 不是很介意你唱多一百次 一千次 一萬次 等於我們每一次看到譚詠麟 我都很恨他唱 愛在心秋的 他說 是 蛤 竟然校長介意 不是校長介意 校長一點都不介意 OK 就是李克勤 OK 嗯 他說有一首歌 OK 他開始覺得唱得太多了 紅日 紅日 紅日又未必是他喜歡的曲風 但他這首歌真的很紅 是啊很紅 但可能那個曲風他喜歡的話 他就未必覺得厭煩 是啊 是啊 但是這首歌就是 他直接開箱說 我不想再唱紅日了 比當年雙年二月中日那首 救風如網 比這首 不是 因為大陸這首歌很紅 當然 是啊 紅日是很快的 我們去卡拉OK一定會唱的 所以如果你請李克勤 不要說出來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年代 我們去卡拉OK不唱這首歌 不是 現在為什麼呢 在中國的00後很喜歡唱這首歌 是的 00後 都是因為李克勤他做中國好聲音 那些人覺得這首歌的節奏 熱鬧氣氛 所有東西都氣氛很好 明白嗎 歌詞又很勵志正面 是的 而且你一唱他的話 那些人一定會起哄的 是的 而且他們很開心的 你知道嗎 唱這首歌 他們一定會抹著 郭富城那些強人智利 是的 紅日就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 是的 很開心的 也謝謝你們 我們看到什麼很開心 就是看到你們彈課金出來 就很開心 是的 一彈課金就很開心 好 接著另外 你知道有一個 他沒想過 周星馳 周星馳 令到他的歌 在中國再翻紅 李香蘭 不是 李香蘭 原本 張學友 在中國已經很紅 張學友在中國很紅 張學友是不需要 周星馳 把它再帶上去的 好 不好意思 但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這部電影 這個 看完周星馳 是嗎 突然之間 連這個的原唱者都說 為什麼中國的人 現在我回到大陸 整天 最近 你知道出很多錢 要他唱這首歌嗎 好多 我真的知道 好多 連這個的 連這個的 藍歌星都說 不是 我以前也有回國內做事 但是沒有那麼多人 去給那麼多錢 我一定要唱這首歌 那些人後來告訴他 因為周星馳 一部電影用了這首歌 而周星馳這部電影 有很多人看 那些人就問 哪一個原唱 原唱就是你 那些人就請你來唱 但是那部電影 周星馳沒有在電影裡唱過這首歌的 沒有 也都是怎樣呢 就是呢 這部電影裡 就是有一個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喜劇之和 OK 那麼喜劇之和裡面 就有那個女主角的男朋友 騙他的時候 就會拿著結他唱 願你會拿火箭 帶你到天空去 是不是盧冠廷的 不是啊 這首是誰的 林子祥 分分鐘需要你 鹹魚白菜 很好吃 這首是很棒的 就是喜劇之和裡面 爆紅了之後 很多人要找回 原唱是誰 所以林子祥 分分鐘需要你在國內 爆紅 厲害 爆紅 是爆紅 又可以去登台 但我看星爺那個西遊記 我都有馬上找回 盧冠廷那首歌來聽 喔 一會馬上起雞皮 但是那首是新歌 不是 盧冠廷那首 西遊記 周星馳的西遊記 周星馳西遊記 他那首是新歌 新歌 是嗎 特地作的 那首歌是新歌 不是盧冠廷的舊歌 不是盧冠廷的舊歌 但是對我來說 我們現在再看回就是舊歌 因為十幾年 是的 我記得那個名字是什麼呢 就是 他不是什麼 彩霞仙子 你說彩霞仙子 是的 一生最愛 是的 一生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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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歌 盧冠廷新歌 OK 盧冠廷新歌 就不是舊歌翻唱 而這個呢 反而相反地 周星馳用了林子祥的 這首 分分鐘需要你 OK 就等於 李斯培拉 如果是新新代的話 就以為是這首新歌 是啊 對嗎 對 但是我們是小時候都聽過這首歌 嗯 分分鐘需要你 就是林子祥的一首舊歌 哦 有時候那些東西真的說不上 說不上的 就等於李克勤 他都說得明白 他說我都想一下熊逸 他都唱了三十年了 我都避了他這麼多年了 這首歌 市場會他都沒有怎麼唱這首歌 還有他不想被人標籤了 他就是熊逸的那個人 嗯 因為由於中國好聲音之後 在國內很多人都說 他就是 成為了熊逸 就等於他多年的這個經典的歌曲 但是李克勤是不是熊逸 我自己 如果你問我 我閉上眼 要李克勤什麼歌呢 是我覺得代表李克勤 我反而不是覺得熊逸 戒會堂演奏 他有一隻叫什麼 什麼月亮啊 國妹 有一隻跟月半 南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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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者有一隻叫月半小 月半小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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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 月半小夜曲 月半小夜曲 我就覺得是李克勤的成名作 嗯 你也想不到其他 我自己 還有一隻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很貼切的 我沒有六呎高 那個 高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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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他的代表作 李永琦奇的那首歌 是啊 李永琦奇的 是兩個很不同的界別 嗯 OK 成名作 就是你原本是一個新人 嗯 因為這首歌曲 嗯 而認識你 就叫成名作 嗯 就是成名作 就是 譬如 簡單來說 譬如 如果假設 就是我們要大家都認識 就是 譬如 張國榮 大家都認識 嗯 張國榮的成名作 是 Monica 嗯 嗯 就是他們怎樣計 什麼叫成名作呢 其實這個歌聲 一向都在這裏 就是張國榮 一向都在這裏 他錄過很多隻唱片 他錄過默默向上游 他錄過很多樣東西 但一直都是保持著一個歌式 嗯 OK 突然之間 因爲這首歌 而改變了他一生 嗯 那呢 Monica就是改變了他一生 而他日後就有很多不同的代表作 嗯 知不知成龍 那可能他的成名作是那些什麼 醉拳 醉拳是成名作 那些 沒錯 但他的代表作就不是這個 成龍 如果你要問我成龍 如果你要用成龍的形容 說這個呢 就是娛樂新聞 成龍的成名作就是 醉拳 蛇刑雕塑 OK 這個就是成名作 大家就認識成龍 但是他的代表作就是警察故事 嗯 那兩件事來的 是 兩件事來的 是啊 我們要這樣分回的 所以他說 就是國內說 熊日 是李克勤的代表作 嗯 因為成為了這個國內的經典 很多零零後都會唱這首歌 嗯 但是他已經不想再唱了 他自己說 他不太喜歡這首歌 是的 因為他給他自己一大堆作品來講 那些首未必是他喜歡 是 他未必是喜歡 但是這一首是別人喜歡 是 是 你張學友出來 一定是你的名字 我的姓氏 是嗎 張學友如果是成名作就是另一隻 藍 哪 哪 分手 分手 不是 再前一點 再前一點 成名組好像是第一首是用金曲的 不知道 記得什麼 每天愛你多一聲 再前一點 再前一點 嗯 穿那些人工吊帶褲 我記得 是啊 是啊 我聽過一次學友的訪問 就是他的首歌紅到很紅的了 嗯 他搭地鐵的時候 那些人不認得他 那個樣子 還要聽到別人談論他 然後他就說 那一句說 那一句說 他說 那臉皮膚那麼差 他的臉爛的 這樣 是 好啦 那他經歷了一些事情的時候 那些歌開始紅了 又有人被人彈他另一件事 那個人知道他的張學友 那時候 那個那個張學友 唱歌的時候 那兩隻腳可以坐在舞台上 不懂得動的 他就走去惡狼傳說 是啊 我很欣賞他 是的 他跳得很厲害 跳舞的時候 你知道我看張學友演唱會 他最大的喜出望外 喜出望外 喜出望外 就是他曾經說過給人 就是別人說過他 他在台上目睹到 跳舞像機械人一樣 是的 他是花了很長時間 學白老會舞道 很長 他只是看演唱會 他說我只是希望 你們看完這一拍之後 我的跳舞 讓你們改觀 我不是要最好 我只是要你們給我合格 嘩 那一幕 那一幕的白老會是 你知不知道 最後還要抹一字馬 是呆了我們所有的現場 是啊 他只是說了一句 合不合格 很厲害 很厲害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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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很特別 人生都是這樣的 希望哈勤不要介意 自己有一個代表作 但他的代表作 可能未必是他自己 很深水的代表作 是 但人生不如好像葉麗兒說 難得你喜歡 村長都是這樣說 難得你喜歡 再做十年就沒有問題 是吧 很怕你不喜歡 希望哈勤不要介意自己 有一首自己不太喜歡的歌曲 做他的代表作 但這首歌曲 其實我們聽起來是挺開心的 真心開心的 是 網路大鐘 直到尾聲 又對大家明天準時 十時再見 拜拜